散户此时急需具备的素质 周四市场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单边下行 但是可以发现随着距离前期调整低点2318点越近 空方宣泄的量能就越萎缩 直到破位创出2315点新低之后 市场终于出现反弹动作 只是随着四大指数都创出新低 悲观气氛已经蔓延全场 有勇气买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那么造成股指没有收在最低点的鬼魅资金 是拿谁开刀的呢 通过盘面可以发现 地产板块出其不意地成为 这批资金攻击的对象之一 像万科招商地产都出现了明显的分时 急速拉升 但是老股民都知道权重股分时卖冲时上涨 十有八九都不成气候 尾盘也确实没再出现像样走势 从技术上看 大盘在创新低途中出现放量 表明有主动性卖白涌现 好在前期对市场风险的强调已较为充分 并且强调的个股也确实出现分化现象 具备短线形态较好的凯乐科技却出现跌停 这说明随着股指走坏 强势股脱离技术走势 出现突然下跌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朋友们在交易时一定要有所防戴 行情处于一个较为折磨人的阶段 对于没有离场的朋友 对手中的个股要先进行鉴别 前期热门股一般涨得快 跌得更快 短线操作空间较大 适合主动性操作 跟随下跌的普通股一般操作空间较小 但是跌速慢 通过小周期分析容易把握低点 认清这一点可设定不同的操作策略 当然 这些朋友也可以根据手中个股所属特点 和自己操作能力 考虑是否采取换股操作策略 假如发现自己手中的股票明显成为弱势股 短期内哪有转机或不好操作 不妨以新买股票的盈利抵消前者的损失 老式 老式 小 霊